好 剛剛阿苗提到說 這到底是不是獨門生意 我們其實從淨蛋裡面過來看 這進口數量裡面 就是你超市最多嘛 8814萬克 其他都還好 那剛剛我們已經算過 這個相關的數字 為什麼會有這些數字 這些都是這個農委 農業部 還有這個中央續產會 所提供出來 才會有這個 8114萬 賺了1.4億元 好地的問題 值得我要來請問了 他剛剛是說 你今天不是獨厚他 那怪的是說 的確不是獨厚他 那你前面是不是 有先跟他講了些什麼 能夠讓他準備好 這麼多的資料 這個說明會一開始 超市就過去了 就這麼巧 幾天之內 他的文件就做成了 那當然 他當然會比別人 更快能夠加到 這個名單裡面去啊 這個超市當然要進場 去招標這個生意 我們政府設了很多門檻 那這個門檻 說實在的 你說好聽一點 是為了確保 這個蛋的品質 跟這個價格有 這個可以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符合國家利益嘛 那說難聽一點 你就是設定很多門檻去 讓你鍾愛的廠商可以 藉由這個門檻的保護去得標嘛 那你看超市 現在阿淼講的正正有詞啊 當然他覺得說啊 都很公平啊 沒有什麼獨厚的關係 可是裡面就是油鬼啊 其中油鬼的部分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 這個負責人 他投了50萬進去 好那阿淼說50萬 當然也可以做貿易生意 可是問題是50萬裡面我只出1000塊 那剩下的人呢 誰出資 誰投資 誰去賺這筆生意 誰可以幫忙把這個巴西的檢疫的 淡的檢疫的證明 衛生安全證明全部拿到手 這是一個那個 那秦小姐嘛 他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嗎 支支吾吾喔 他說啊我賠錢賣啦 我沒有領到一分錢補助 然後他成本虧多少他都不知道 所以顯然背後還有高人指點嘛 你要說這一個秦小姐 他動用他一個人的力量 把所有的檢疫的證明 把所有招商的文件全部準備到位 然後可以投標 買8000萬顆蛋 如果真的是這樣一人可以做 那我覺得他天生神力啊很強啊 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嘛 可是他的這個投資 在裡面放了1000塊錢 其他背後都是迷霧一般 如果有這麼好的生意你想不想投 我也想投啊 趙和也想投嘛 大家都想投嘛 問題是官不與民鬥嘛 我如果是先能掌握這個資訊的人 老實說我去丟這個 我也覺得羞羞臉嘛 我為什麼要在 鬧雞蛋歡的時候 跟民眾去求取這個利益 甚至我政府自己的標案 我自己拿過來做 我賺政府的錢 現在鬼月嘛 大家會想說這個 聽起來一人公司 然後可以成立那麼好的標案 然後拿到那麼多的錢 大家才會覺得是鬼故事啊 所以剛剛所講的一些什麼 像是這個 他這個程序到底公不公平 我相信程序可能公平 可是他也設了很多限制 那一人公司有沒有辦法 在時間之內拿出這些證明出來 我覺得難度是非常高的 再來 講到這個情流感 剛剛我們發生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第一張檢驗過了 超私符合這個門檻 然後我拿出來第一份 巴西政府公告的一個 蛋 雞蛋的檢疫的標準給你 我就可以做這筆生意 那接下來 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之後 甚至情流感爆發之後 有沒有繼續提供檢疫證明 有沒有辦法去確保 我們吃的蛋真的安全無語 老實說啦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自見國格啊 人家巴西開始冒出情流感的時候 日本政府怎麼說 直接關你兩個州 蛋的製品 雞肉製品全部都取消 全部都進啊 全部都取消 這個兩個州主要生產雞蛋製品的 這些地方 農業部長直接飛去日本 跟他們談說 那可不可以我們這個 我們如果檢疫28天之後 可不可以重新開放 然後還要求說 不要兩週都進啦 特別出事的那幾個都市進一進就好 那日本可能也這樣子 磋商之後 統一去放寬嘛 人家農業部長是這麼卑微的巴西嘛 就覺得說情流感發生了 我也不得已 但是我還是要跟日本做生意 所以我們去做一個溝通協商 那我們進口那麼多雞蛋 買到了有這個 情流感的雞蛋 那如果都進來了怎麼辦呢 像我們在防口提議也是一樣啊 我們要防口提議是想說 我們國內的這個保護已經做很好的 現在從大陸那邊進口豬肉 第一次罰20萬 第二次罰100萬 那你今天假如說被我們砸到一顆 可能有情流感相關問題來源的這個雞蛋 你超市要不要也罰錢 要不要負擔這個風險吧 所以這整片事情感覺上是 你好像你要說他不合法 好像也沒有不合法 問題是這中間有重重的黑幕 要一絲一絲抽絲剝繭 我們才知道 到底跟誰合作 背後高人指點是誰 不然一切東西其人一兜 而且又是賺國家政府的錢 大家當然會覺得 一定要查到底 李李你會覺得超市這家公司 應該出一本書嗎 到底怎麼賺錢 跟著超市一起賺 今天正義朋友已經講了 超市這家公司是臨時成立的 就是因為解決 要解決蛋黃這件事情 他都已經承認這件事情 而超市這麼有人脈 有關係有錢脈 真有這麼神通廣大嗎 嗯 我覺得這姑且不論啦 他這個到底是不是生意奇才 還是說這個藝人公司的奇蹟 那確實從各個面向的這項 都讓我們看出來說 這間公司他就是量身打造的啦 也就是說政府從上到下量身打造 讓你來做這一門生意 那其實你從這個時間點上面看起來 也真的是很怪 你看他2月24號申請停業 3月2號馬上又申請復業 這是相隔不過七八天的時間而已 你再比對一下這個時間點 原來他3月2號復業嘛 農委會在2月25號的時候 就宣布專案開放雞蛋的進口了 所以他3月2號復業 再來農委會3月10號宣布 擴大雞蛋的專案進口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之巧合 他彷彿未捕先知 他政府的消息一清二楚 OK 所以包含了剛剛有特別提到 很多資料準備得如此之快 所以這就是一個量身打造的 不過各位要知道說 現在其實台灣在每天缺蛋的 一個數量已經超過百萬顆了 好 真的是已經百萬顆了 其實大家都很難想像 台灣是一個封衣足使的保島台灣 其實過去在雞蛋的自給率 是超過99.9% 是99.9% 進口率過去來說是不到1% 但是我們現在金蛋這個缺口 已經達到5%了 所以各位想像 這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回到源頭來說 其實你看年初那個時候 其實還記得嗎 當時是農委會的主委 這陳吉仲他當時說的是 他是強烈的主張說動漲 動漲的這件事情 但是動漲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他破壞到所謂的市場機制 他導致蛋農被迫減展 因為入不敷出嘛 所以導致說他整體的一個 這個蛋荒又出現了 一開始就沒有把控好了 所以後來才需要用進口蛋來做補救 那你進口蛋後來又爆出了這些爭議 然後現在又說政府為各位 就是補貼這麼多錢 創造60億的效益 所以缺蛋沒有把關好 後面要用進口蛋來補足 然後又有這些爭議 然後你現在說60億的效益 要各位老百姓來感謝你 這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 你這個自給率99.9%就沒有 我最後講一件事情 其實現在大家都最想知道的是 政府應該要出來說明說 你蛋到底還會缺多久 因為各位要知道 接下來要入秋了你知道嗎 入秋是代表什麼事情 你病菌的活躍期又開始了 你的溫差開始大了 其實對不利於蛋機的生產 而且各位 再提供各位一個數字 美織雞 台灣美織雞有 趙虹你知道嗎 這個美織雞一年 台灣的雞大概能夠生產幾顆蛋 好 19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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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日本 日本超過300顆 一隻雞 所以這個其實反映到 是另外一個問題 也就是其實台灣普遍的 一些機設跟機農 它的環境的條件 它確實是比較需要來幫忙的 所以你這些地方也是 你需要好好來補助的地方 那包含了接下來的這個 入秋的這些問題 包含了這個相關的這個 情流管疫情病菌的問題 到底缺戰要缺多久 我相信這個問題 政府一定必須要好好來解答 周一到周五晚真時點 請鎖定 環雨地板狀 好 好 好